恆久朝拜明宮聖體運動 11月10日於主教座堂舉行明宮聖體主題講座 邀請黎品生主教作分享 講座分為兩部分 李主教先講述朝拜聖體的意義 他認為朝拜聖體是信德的表現 也是對聖體最崇高的敬禮 他指出明宮聖體並非只是教會的傳統 是耶穌基督的召叫 是我們用自由意志的選擇來朝拜祂 是愛的選擇 主教又提醒教友 朝拜聖體前要先準備自己 靜默並放下心中的思緒 並要以一夥朝聖的心去朝拜主耶穌基督 講座的第二部分是解釋朝拜聖體的價值 李主教表示朝拜聖體的價值是無限的 朝拜聖體令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在天主的愛裡與耶穌基督相聚 此外教會的福全工作 亦與朝拜聖體息息相關 主教認為當教友越熱愛主耶穌基督 尤其熱愛聖體聖士 教會的福全工作就會越有成效 主教又提醒教友要關心普世教會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普世各地教會的頭 每當我們舉行明公聖體 普世教會亦與我們相連 我們要為普世教會祈禱 特別為教會合一而祈禱 址ency聖體錄 於錦盤 勢經